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五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近三千名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肩负人民重托出席盛会 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 人民大会堂 大礼堂 气氛庄重 热烈 主席台帷幕正中的国徽 在鲜艳的红旗映衬下 熠熠生辉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 赵乐际主持大会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 李干杰 李洪忠 王东明 肖杰 郑建邦 丁仲理 郝明金 蔡达峰 何维 武维华 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习近平 李克强 包 势立正反应职 안 IDE 王能看出 历战书 汪阳 李强 李强 王滬宁 韩政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应出席代表2977人 五号上午的会议 出席2948人 缺席29人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上午九时赵乐际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开幕 全体起立 在军乐队的伴奏下高唱活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李克强在报告中指出 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